不是說紙外線不好 重點是在你怎麼樣去獲得 譬如說你如果覺得是這個陽光太強 那你就去避開你的這個中午的這段時間 讓你早一點點去曬太陽 盡量的就是說 讓你的身體這個耐受度挺高 慢慢的你對於陽光的接受度 你會慢慢的去試驗 我們也看到我們的這個老一輩的我們的祖先 其實他們也是整天在曬太陽 如果是農耕時期的話 其實也沒有說我們講說哇 這些曬傷啊死怪線 因為他們耐受度很高 所以耐受度高的話 反而我們就看不到說 哇這些所謂的皮膚上的問題 然後反而現代人用了太多的這些保養品 太多的這些防曬 其實真正來講並不是一件好事